而在校园里头也要进行的是 反毒宣导 就来看到慈济科技大学的学生们 在花莲两所小学校园 举办了反毒巨烟的活动 以活泼的行动剧 为花莲到乡国小的小朋友 演出使用毒品后会有的幻想症状 慈济科技大学紫锥花社的学生们 走路校园进行反毒的巨烟宣导 反毒宣导也来到花莲花人国小 此科大同学也用抢答的方式 与小朋友们宣导毒品 以及吸烟对身体的伤害 我们的活动叫剧毒萌芽 就是从小朋友就在他们的心中 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 让他们有正确的观念 知道说这些毒品 烟是不好的东西 让他们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 勇敢地去拒绝这些 危害身体的这些物质 吸毒是断法的 而且会被抓去关 所以我们要勇敢地说 拒绝烟害及毒品 从小开始扎根 透过互动的教学 让小朋友更了解 使用后的严重性 让他们未来能够坚定地 项烟及毒品说不 戴新闻 真善美之工范女章 花莲报道